作原物题材应该挑什么料子 今天给你们散课 原物咱们都知道 开脸非常的重要 那不能有花吧 它有花开在脸上 你感觉会好看吗 如果精体粗的它会好看吗 精体粗它就炸裂了 也不好看 第三个来说呢 黑点各方面都不能有 咱们今天拿一个料子来普及一下 这种就是作原物题材的 咱们可以看得到这料子 皮子紧 而且扎裂均匀 比较细的那种 油性好 打灯来说呢 它没有花 可以看得到 如果有花 它作原物也不好看的 这种料子 它只有种老又细 它作原物起来也起货 今天咱们就开出来看一下吧 料子切得干净净啊 咱们可以看得到 整一个来说呢 基本上不变种 压登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油子是好细好细的 所以挑料子呢非常的重要啊 挑到这种料子 你要作原物题材 那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所以呢 印料你得会印 现在咱们拿去切一刀看看 是不是我所说的那样吧 虽然料子切开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箭也不小啊 灯光一下别眨眼 那句话还是有说的 这个就是海气 看看这个细腻程度 包括它的晶体结构 是不是感觉很细 它作原物这种就很起货 它能翻得起终 也是墨西沙的 墨西沙呢 能达到这么细腻程度的 还是相对比较少 这个呢就是你的眼光问题 这一期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